大家好,欢迎来到物语社,我是有知识有内涵,长得好看,还见谈的于小巫 上一期正经玩,这一期咱们欢乐一点,绕一部很多小伙伴期待已久的喜剧,中他当配角,恶趣味满满的恶老板 贝哥是一家公司的员工,起得比鸡早,睡得比鸡晚,六点就上班,迟到两分钟还得被老板干 BOSS是屎老板,人生准则是坚决把每一个员工榨干 贝哥忍气吞声整八年,只为有朝一日升职加薪一生精湛的豪武艺能够得到无限实战 几个月来,屎老板一直暗示要把高级副总裁这个位置给他 贝哥为此连奶奶的葬礼都没去参加,坚持守在公司加班 然而最后屎老板却宣布这个副总裁由他自己兼任 WTF 代哥刚刚订了婚,他梦想成为一名牙医,找个诊所先当助理,却谈上了饥渴育育女安老板 每天对他勾搭,强调,性骚扰,代哥想换工作却换不了 因为曾经和大了在儿童游乐场撒了一泡不合时宜的尿 公共场所漏鸟,被当作性罪犯,记录在案 有这样事的前科让阿老板更加凶巢澎湃 他趁给代哥矫正牙齿麻醉时,干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还拍了一些不可描述的照片 威胁代哥如果不从了他,就把照片发给他未婚妻 WTF 苏格跟前两哥不一样,他热爱自己的工作 多年以来跟老板触得跟老铁一样 工作之余见着姑娘就荡漾,一腔热血总往下半身流淌 突然有一天老板心脏病突发 公司由他的儿子接管,不着调的隐君子法老板 先裁员再减薪,把公司鼓刀得像个妓院 苏格不想看到前老板用血汗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毁于一旦 然而法老板却不在意公司的发展 大款开窑子就是图个乐 WTF 这三个倒霉的小人儿是从小到大的好基友 无奈的互相诉苦,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辞职不就完了吗 就在这时,他们的老同学出现了 耶鲁大学毕业,就职于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 曾经拿着六位数的薪水 被选为最有潜力的成功人士 却在银行倒闭后连续两年找不到工作 别问老同学现在干什么 40美元,只要每人40美元 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保证让你们爽饭在月亮之上 用他勤劳的双手换你们一炮双响 呃,三想也行 三人一瞅这形势,要不先别辞职了 想来想去阻碍他们的就那仨老板 于是乎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干掉老板挽回自己的一片天 那么问题来了,上哪儿去找杀手 带哥脸上乖着大写的表就到网上去找 在男找男专栏,找了一条隐晦的信息 约人在小礼店见面,看着没有 有型,有素,professional 然而打扮那个007一样的小哥并不是什么杀手 而是一个比羊羊都还骚气的职业 提供男对男尿一脸服务 这TM都是什么服务 带哥你是不是虎 带哥找不着就苏格找 让智能的导航带他们去城里最危险的酒吧 最好里边挤满了流氓和人渣 到了酒吧苏格一脸自信 单刀直入 你们这儿有没有职业杀手 贝哥转身就走 你们俩是后标推前标 一标更比一标标啊 但是旁边的大黑跟了出来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渣 3000美元干掉三个老板 经过了仨人机智的讨价还价 佣金从3000涨到了5000 付了钱 大黑却说他重罪入狱判十年 现在还在缓刑期不能犯法 收钱给他们支招 然后他们自己动手封一足十人 哎呀咱们是不是被炮了 钱是拿不回来了 那就听听专业的意见吧 大黑一本正经的传授经验 先去找他们的住处 观察他们的习惯 为了杀人动机不那么明显 最好互相去杀对方的老板 撒吊丝先去了法老板家 苏格可逮着报仇的好机会了 临走还顺走了法老板的手机 下一个目标是史老板家 贝哥和苏格进去搞事情 带哥在外边吃着花生酱面包 放着哨 正赶上史老板回来 花生过敏的他差点嘎过去 带哥还救了他一命 房子里不明真相的贝哥和苏格 看着这画面差点没下风 慌乱中把法老板的手机 吊在了史老板家 史老板有一个风嫂的媳妇 水性洋华 睡边了方圆五公里的邻居 史老板翠绿翠绿的头顶上 顶着翠绿翠绿的天空 看谁都向肩服 侦查的也差不多了 萨儿开始一为一 贝哥为法老板 带哥为史老板 苏格为安老板 荡漾的苏格捡着了 看着安老板换衣服 吃东西 吃东西以及吃东西 苏格就有如脱缰的泰迪 上日天下日地 中间日空气 说啥也控制不了他自己了 但是贝哥那边比较乱套 史老板在家里找到了苏格 吊在他家里的法老板的手机 哎我去 他把法老板当成了肩服 按着手机上的地址 直奔法老板家 就你虑我呀 你看人家多利索 没过多久 警察却找上了他们仨 因为法老板死后 摄像头拍到贝哥 抄着速闯红灯 离开了案发现场 虽然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警方正在法老板家 化验一切能化验的DNA 等会儿 DNA 那我之前那发 来自菊花深处的喜刷刷 麻料 一局定输赢 咱们输了 走投无路又去跟大黑求助 大黑说你们是不是傻 套话让史老板认罪 偷着录下来不就完了 萨尔瞬间点燃了希望 又黑又聪明 这才是professional啊 萨尔就膜拜呀 大黑哥你到底杀个多少人 大黑说我没杀过人呢 人渣不等于都是杀人犯 我做十年劳是因为卖盗版 profess 但是不管咋说 大黑的套路还是对的 他们准备了录音机 放在苏格身上 去了史老板家 碰巧今天是他生日 媳妇跟邻居啊 邻居和邻居什么的 正准备一个惊喜 没整明白咋回事 就拉着他们仨加入了 有这大油物 苏格能放过吗 等史老板回来 贝哥和代哥却让他认罪 苏格却带着录音机 跟史老板媳妇进了卫生间 比动车提速都快 认罪的话一句没录着 萨尔还惹了一身骚 无了好风一顿撩 史老板穷追不舍啊 这功夫安老板还打来电话 非要跟代哥打嘴炮 经过了撞车超速盯了光浪 智能的导航系统 报了警 还遥控发动机熄火 史老板一脸得逞的样子 杀人又如何 认罪又如何 警察不还是抓你不抓我 最后打伤了自己嫁祸给撒吊丝 警察叔叔们也赶到了 苏格终于想起了身上的录音机了 刚才谁在这嘚子来着 来哦咱们当众放录音 然而录音里只有他跟史老板媳妇 卫生间里的哼哼哈喺 和代哥跟阿老板电话里的耿耿机机 刚到关键时刻 录音就结束了 就在这时 苏格车里的导航突然响了 他录下了全过程 终于真相大白了 史老板被捕了 他将在牢里度过25年 而他们仨协助破案 将功抵过 被哥当上了执行总裁 苏格的公司又恢复了稳定和欢乐 而代哥 故来了老同学和大黑 恶搞了安老板录下了视频 以后的日子再也不会有骚扰了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笑点密不密集 剧情欢不欢乐先不说 能在同一部电影里 看到腹黑的史派西 淫荡的安妮斯顿 猥琐的法瑞尔 还要啥自行车啊 喜剧嘛 笑就完了 好了今天的恶老板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敬请大力关注物语社 咱们下期再见